今天我们来编织一顶草莓鱼腹帽 整体采用传统的祖母方格编织方法 接下来我们编织第八圈 我们首先编织三组长针 接着在第一个转角的前一个锁针空隙处 我们编织三个长长针 锁一针 接着在第一个转角处 我们也先编织三个长长针 锁两针 接着在同一个锁针空隙处 继续编织三个长长针 锁一针 接下去的一条直编 我们全部编织长长针 第二个转角编织完以后 我们继续再编织最后一组长长针 接着开始正常编织长针 直至把第八圈编织完成 第八圈完成 在起地针的第三个锁针位置引拔 断线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T形的纸片 现在我们在草莱织上织上白色的小点 用缝一针穿过织片 接着缝一针绕线两圈 在起针旁的位置入针 拉紧 接着我们在织片上任意刺绣即可 接着我们在织片上任意刺绣即可 现在我们将两个织片拼接起来 我们首先先编织第二组长长针的转角位置 然后将两个织片背面相对 先勾一个锁针 接着穿过第二片织片的转角空隙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第一个织片的转角空隙处 正常编织一组长长针 一组长长针完成 勾针从第二个织片的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将线圈勾出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继续在第一个织片的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组长长针 长长针完成 继续从第二个织片入针 将线圈勾出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正常编织一组长针 之后用同样的方法 将两片织片拼接完成 编织一组长针 勾针 只能 undergraduate 教育 以上 来 明天 那 继续 继续 空隙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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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片织片拼接完成后 我们继续把第八圈编织完成 这是拼接完后的效果 同样的织片我们一共要编织五片 将它们拼成一个圆环 帽织拼接完成后 现在我们来勾织帽顶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勾一个锁针固定 第一圈锁三个起地针 同时做为一个长针 接着绕线圈再编织两个长针 锁两针 一个花样完成 继续我们绕线圈一共编织五个花样 五组花样完成 收紧线圈 在起地针的第三个锁针位置引拔 断线 接着我们从锁针孔膝处入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我们用祖母方格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 在转角位置编织两个锁针 在直边的位置编织一个锁针 一共编织五圈 第六圈我们开始要与帽织相连 第六圈首先从转角入针 锁三个起地针 同时作为一个长针 接着编织两个长针 锁一针 然后我们拿出帽织 在转角的位置 我们勾针由外向内 从引拔的针目中入针 勾出线圈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继续回到转角的位置 编织一组长针 一组长针完成 接着从下一个锁针空隙处入针 线圈勾出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继续正常编织一组长针 之后我们用同样连接的方法 将帽顶与帽织连接完成 帽顶与帽织连接完成后 我们开始要勾制帽颜的部分 首先锁三个起地针 同时作为一个长针 接着在锁针空隙中 再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我们在花片的转角位置 编织两个长针 锁一针 在第二个花片的转角位置 同样编织两个长针 锁一针 接着继续正常编织四个长针 锁一针 帽顶的第一圈 我们就用这样的规律 在中间拼接的部分 各编织两个长针 其余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长针 将帽顶的第一圈编织完成 帽顶第一圈完成以后 接着我们开始编织第二圈 每一个锁针空隙处 编织四个长针 锁一针 在拼接的地方 同样编织四个长针 锁一针 第三圈 重复第二圈 编织四个长针 锁一针的规律 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勾完了 本期教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